就是想要跟政委這邊討論一下 就是說因為其實我們從以前就是有在推一些跟水族保持有關的資料去進行一些資料倉儲 還有就是一些線上申請儀化的東西 那就是因為近年其實很多縣市他想要做 但是他們就是有跟我們反映請我們協助 但我們不知道有點不知道怎麼協助 所以想說跟政委討論一下想要有個方向這樣子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是因為 最早最早是因為我們的政風處事 他有做一個專案 就是他想要知道說為什麼很多民眾他會願意去違反 冒著就是要繳很貴的罰款就6到30萬罰款去違反水保法 那就他去做一個針對違規的民眾去做一個訪談去調查 然後發現說其實有很多的部分是因為在於整個申請的過程中是非常不公開的 那所以建築師或者是說計師或者甚至是代書 這些人他們其實會透過這個過程一直跟民眾要求更多的錢 那可能他也沒有真的去辦 那他可能過擺一陣子然後民眾問他進出他就說 那個被退了政府沒有同意這樣 那你要再拿更多錢出來 那這是第一個你下一個 那後來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跟很多的學校 還有就是學會還有計時工會 就是他會幫我們協助審查水保時計畫 那其實他沒有反應就是說 因為水保法從以前三波地保育利用條例 到現在水保法 其實已經20幾年快30年了 那就是每年他審查的書這樣一直擺著 一直擺著一直擺著 其實已經占掉了這很多的空間 那他們其實也不太敢丟 因為怕說法院未來調查他自己手上沒有 他怕他沒有證據這樣子 這不是意圖吧 你們的倡儲不是真的長這樣嗎 這真的這是中興大學一個老師的 這是真正的倡儲 裡面真的就是申請的案件 對對對就是他審完他就丟在這裡 對對對 那我們看也是蠻正經的 那就是所以 那時候其實是有好幾個單位 他們都希望說是不是可以 市府這邊做一個統一的 就是以後他的部分他就自己處理掉 那他需要查資料 或者遇到什麼司法案件的時候 他在跟我們線上系統去做電子查詢 那第三個是我們其實有遇到一些狀況是說 在法規設計上他當初申請的時候 他是建商還申請 那建商當然就是他會去做一些水準保持的相關的東西 可是其實他完工之後他交給民眾 那有的是說他會去做二次施工 譬如說他取得建造 使用執照之後他可能把本來應該要做水準保持的設施 他改建變游泳池 那但是因為其實市府他會去檢查 那檢查的時候民眾他就會覺得他很 他建商給他的時候 當初就不是他 對對對他拿到的時候就是游泳池 然後他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應該要這樣子 他還不是游泳池 對對對他不知道這樣 然後他手上拿到的契約裡面也都沒有這個 所以後來我們想說其實好像也應該要有一個類似生產履歷的東西 讓民眾他可以去查就知道說 欸前手交易的時候是有一些資訊是不是可以公開讓大家在交易上比較公平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想欸下一個boss 那我們就想說那我們要把這些就是資料去做一些塑化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系統 那下一個 那這系統其實他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他我們是因為電子化儲存就永久保存 而且就是如果我的想法是如果益力備援 然後那些有做好理論上應該是風險是蠻低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其實我們當初在做的時候 我們有問一些執行這些業務的技師或者是建築師 他們其實有提到一點我們覺得就是蠻驚人的 他是說其實每次他們申請一個案件 他們大概總共最少最少需要印 40本每一本300到500頁的書 那這40本書在這個審查過程完之後就跟廢紙一樣 就是這個這些書其實都是 白印的就是他就是開那次會完就不會再用到 那所以其實後來我們就想說我們其實可以讓整個事 過程或是什麼的話 就是盡量在線上去做資料交換 就盡量可以少印一些書 那如果說有些當然有些委員年紀比較大 希望看紙本 那就是這個部分在著量 就是申請人他再去印個一兩本這樣就好了 那第三個就是說那個就像這個線上的一些行政程序 以前可能就是需要譬如說政府也知道 譬如說以前會有一個很神奇的狀況 就是說我要申請一個東西 我需要先去查說他是不是山坡地 他們違規紀錄 他們申請紀錄 那他是不是領地就有很多的資訊 然後我要先跟政府查完之後 政府給我回覆 然後我再把這個回覆拿給政府申請 那其實然後如果譬如說有些單位 可能就是如果你沒有付這些 你先跟我查詢過的這個經歷的話 可能我還會退一件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想說 其實好像應該理論上 各個單位都有自己的 如果都有做一些API 應該要把他串起 那就是民眾他申請的時候 要及時的去調 對對對 及時去調 然後就是也不要說造成說他先問你 然後你跟他講他再來申請 這樣很奇怪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 申請這些東西都是在線上 對 非常棒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們有做了 就是一些積合點 就是以前有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民眾他委託建築師或者是祭師 那去做申請 那申請完之後 可能法規規定是三年以內一定要施工 那可能其實建築師他沒有跟他講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放一放就過期了 等到民眾他真正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又重來一次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做一些行政法上的積合點 去做一些通知 就是說如果你在不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會有一些權益上的損失 那包括是Mail跟簡訊 這樣子 那就是剛剛這裡有講到就是說 除了申請的過程及時調閱以外 其實我們是有把一些 包括說 陽明湘國家公園的範圍 這是屬於內政部的資料 然後地質民感區是經濟部的資料 還有保安嶺就是農委會領務局的資料 我們沒有把它串起來 那就是民眾如果他沒有申請 他只是想要查詢的話 其實是可以透過我們的一個 公開查詢的頁面去做查詢 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的信用架構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就是說因為早期其實我們有做一些 我們的一些創新的作為去其他縣市推廣 但那個是比較集中在紙本的部分 就可能我們有去做一些折頁手冊 或者一些制度化的東西 那可是就是可以 政委可以看到說其實 其他縣市有採用這些服務 或是有能力使用這些服務的 其實就是 其他六都的五都 唯一唯一只有南投 南投他有做到就是 用PDF的方式去做一些 電子倉儲這樣子 他也不是塑化倉儲 那所以其實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當初就在想說 其實 反而真正沒有資源的 縣市政府 他們好像 不管我們怎麼推都推不進去 然後 慢慢下來走 那今年的話就是 成交化委員跟那個 劉建國委員 他們好像有跟 農委會 去要求就是說 水保計畫的一些資訊 應該要去公開 讓大家 各縣市政府 都應該要去公開 然後讓大家去查詢 那好像是 聽說是有跟 院長報告 那院長也是批示說就是 要朝這個方向進行 那上次成交化委員 他是有跟我們 就是請我們去協助 各縣市去做這件事情 那 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縣市政府都跟我們聯絡 那他希望我們的系統可以 看看是不是可以 複製我們經驗過去 那但是 馬上下一個 但我們其實就遇到 比如說 比較積極的大概就是 桃園基隆宜蘭台東 是他們有持續一直跟我們聯絡 那其實比較簡單是桃園 桃園他就是說他有意願 他有錢 但是他不知道 這些就是跨縣市的 比如說我的系統 那我要提供 比如說我要提供我的Source Code 給他使用 那我們需要怎麼去處理 比如說是我就 放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Github 讓他們去參考 還是說 現在一般的市場 對 但是 那就是 但是說 還是說 怎樣 那他們 這個部分 他們是希望說 我們可能 看有沒有有一個 比較制度化的處理 他比較好跟上面報告 但其實桃園的部分 我們是覺得還好 反而是基隆 宜蘭 跟台東 其實他們的狀況是 這三個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台東他是完全沒有錢 台東其實我們有搭火車去台東 去協助他們一次 但是 後面就是我們希望他們 去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講說 第一個是說他們的業務編制 可能沒有相關的人員 他們 其實他們不知道 我們要的那些資料 譬如說 土地的 index檔之類的 這些東西要從哪裡伸出來 那 如果沒有土地的index檔 那後面有很多東西 其實資料會穿不起來 那他不知道這個從哪裡伸出來 那他也沒有 我們本來是建議他說 他可以請一個小的採購去 對啊 這個 九萬到九十萬之內 一定做得完 對 但是他們 我們有 他們有給我們他們的預算書 說不定不到九萬就可以做完了 他們連一萬都寄不出 他們 那是九千的 他們 他們 他們完全沒有錢 九千大概可以買到兩個小時 對 哈哈哈 對 然後 基隆的話 他是 基隆是他有一點錢 對 但是 他有點奇怪是說 他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比較 我們其實有 有跟基隆討論是說 不然就是我們系統切一塊 我就是專門扶你基隆 對 那如果說看你有多少錢 那我們就是去做一些圍運 費用 可能就是你自己的部分 自己出 維護費用 但是系統 的整個包案還是在我特別事下面 但是他們好像 可能他們自己的考量 他們還是希望他們自己要 就是去hold一個系統 這樣子 可是他們又認為說 他們的能力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他們 他們覺得他們沒有 相關的人才可以去 把這個系統弄出來 然後還是希望我們去協助 那 所以你們本來是願意就是 我先釐清一下 就是所謂的multi tenancy 就是不但你幫他客製化他的界面 而且雖然網域是他的 但是機器還是你們的 就等於說你們願意做到這種強度 這樣 客製化可能沒辦法 應該是說最簡單的客製化可能 但沒有辦法像 就只有換logo這種 沒有啦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因為 比如說像剛講說就是 土地膽的index那種 一定要幫他畫 對對對 但這種對我們來說不是客製化 客製化比較像是說 改系統的邏輯 對改系統的邏輯 但邏輯應該是一樣的嘛 是確保來講 因為法定是一樣的 對 可是各縣市政府 有一些自治的規則或條例嗎 應該是說譬如說像 以桃園來說 譬如我們舉例桃園跟台中來說 好了 桃園他們其實 他們在這一塊 他們某一些方面 他們是比法規保守 比如說我們是跟著法規的標準走 那他們可能是比我們在更保守一點 那台中可能是在更開放 了解了 對就是這個就是會有一些邏輯要去做調整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是 不是邏輯的部分 是實存的部分 比如說像 他申請案他可以多久 他可以退補件幾次多久 這種比較簡單的東西 所以你們現在是in-house開發 還是一部分是廠商 我們其實這全部都是廠商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單位沒有資訊編集 所以那個廠商就是願意 從頭到尾配合到這種程度 就是了 因為你們的標案 就是他還要服務基隆的朋友等等 這個是透過什麼方法去達成 他怎麼 他不會在本來的IFT裡 說我們要服務基隆人好 對對對 就是 應該是這樣子跟他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們是跟他討論 我們認為這個對廠商來說 也是一個 他 有點建立他的reputation 這絕對是 對對對 那 非物質精神的會 對對對 非物質精神的 精神上 名譽上的會 但是因為 應該是說 比如說以桃園來說 桃園來說 廠商可能就很難做到這一步 因為桃園會動到非常多東西 對嘛 所以 所以桃園也願意出錢 這是比較單純的 嗯 那 台東的問題大概就是說 他連最基本的東西 他都拿不出來 我們可能連開始都沒有辦法 那這樣子廠商有意願幫台東 如果有錢的話 做這一塊嗎 還是其實他們 對這種 最一開始的清理的工作 應該是說 對台東來說 對台東來說 比較像是 廠商會 廠商的顧慮 比較像是說 他不知道他投入的時間成本 對啊 因為 因為兩個小時 你真的想要發現 要二十小時 二十小時再下去 變成要兩百小時 除非他真的能夠按照 這個以時計價 這個一般合約 不是這樣簽的嗎 對對對 那不然的話他很可能就會虧 這應該是說虧其實 本來就是預期 也不是啦 應該是說他們應該會預期說 台東這些案子 他們就是不可能賺 但是對 但是應該是說 他們可能 我有跟廠商先談過 他們比較害怕的是說 因為台東那邊沒有一個 呃 前期去清理這些東西的人 所以廠商可能要自己跳下去清 那廠商自己跳下去清 可能他清半年 他最後還是拿到那些資料 因為那些資料還是在政府裡 對 所以其實台東反而是 是我們覺得最困難的 但是其實他們反而是 最有這個需求的地方 我理解 嗯 對 那我補充一下 其實 剛剛凱克講的這個架構呢 坦白說並不是 一開始我們就把它架構好 事實上我們是 邊走邊做 然後又做錯又改 但是跌跌撞撞才有這樣子 那一開始的初衷 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就是檔案是太多了 找不到 那我做一個案子 核定之後 我一事八份 每一本這麼猴 然後大家各留一本 都擺到沒有空間了 所以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打五指化 那五指化後 後來發現 那我把那個東西掃成PDF檔 很麻煩 為什麼不開始 這是我們祭司公會的朋友 你一開始提申請 你就把你的 五指化檔案進來 所以大家都 對 全部都是在平台 你的五指化的PDF檔 或什麼檔案進來到平台 我們審查 審查審定 最後不管是要給醫務人 還是給我們 我們全部都電子檔在平台 對 所以這樣子就解決了五指化 解決了審查 那再來就是資訊的問題 就是我發現他們要去申請案子 這有沒有敏感區 那他是不是保安理 他是不是什麼 哇每個單位去問 結果後來我們也是 跟大家一樣 放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一進來 這些東西都有 未來希望他們可能一申請 乾脆就直接 把這個資料帶入就好了 那我們走到這邊 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改變的東西 當然是就還蠻便利的 所以會希望說 其他縣的政府 其實也可以就是 來跟我們一起 互相再去成長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公家機關 有些問題就是說 因為長期 大家習慣用這樣的模式 就是你拿出來我省 然後最後我的公文正經 要蓋一個章 這樣才叫是一個文件 心裡覺得安穩 對 所以就是第一個 我認為這個心裡是 王突破 那第二個 各縣市政府的資源不一樣 而且有些部門 他們人力的流動很快 所以他可能連 本來的體制怎麼走 都還不是很熟 所以你一下 給他那個新的東西 他可能會有點抗拒 那再來就是很實際的 就是錢的問題 其實台北市的經費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經費多 我們也是很不要臉的 努力一直爭取 但是其他縣市他們可能 連這個額度都爭取不到 那即使我們今天有心說 我覺得東西要開放 那這等於是凹廠商 對 去凹廠商幫他維護 所以也許 我們是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有一些資源 可以讓就是我們也許可以把我們的一些 城市碼啦 諾好 一些經驗提供出來 對啊 但是各縣市政府他們也許他還缺的是 觀念跟缺的是資金 或者是某些技術上的協助 那這個因為我們還是有本職業務 不太可能就是 一天到晚去傳教 我想我當然可以幫你們傳教這個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很現實就是說 資料前面的清理 後面的維運 尤其是工作流程的重新設計 這兩個都是專業技術 而且如果他in-house沒有這樣的意願的話 那其實一般的承辦就算你把它說服了 那你換一個承辦來又從頭開始 對所以其實主要還是那個主觀就是市長或副市長或縣長的意願啦 就是說他要有這個意志說那這件事情就是好的 那像我記得當初我剛進省政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從NCC接調過來的朋友叫葉宁 告訴我說當年他的那位NCC主委是說 如果在開會的時候桌上出現紙本 他就拒絕去看那個紙本 就是只有電子公文才算公文 那既然主委都這樣子了 那其他委員當然也就只好這樣子 那事務官當然也就只好這樣子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子的意志的話 確實如果你簽到最後幾層還是費用紙本不可 或者是說像您剛剛講的很好啊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反對用紙本 我們是說可能就是可能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習慣閱讀紙本的 我們去配合他的習慣把它列印出來 希望是用再生紙啦 那但是而不是說我在輸入的時候 好比像說簽到的時候或者是送這個表單書件的時候 就是用紙本 也就是說輸入的時候一定是數位的 只有輸出偶爾才是用紙本 那可以像這樣子一種觀念的轉換 如果沒有這個就是在政務層級的觀念轉換的話 我這幾年的經驗就是事務層級可能都是說很好 那在到政務層級只要就是稍微換一個這個局處長 或者怎麼樣 或者甚至是他的主秘或者是他的陣風或者誰 覺得說這個我覺得不妥啊 那很快就可能試行一年然後就沒有了 對是基本上是這樣子 而且當然之前就是有公行替代役的時候 你說不定還要說服那個替代役 那但是現在當然沒有替代役啦 所以現在這個數位化也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對於這種化人工的事情 不能說再去叫替代役做 對那但是替代役好處想是說 替代役他真的是這個本質專業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其實可以提出很多 其實首長或者甚至資訊部門 都沒有聽過的創新的想法 這樣子呢有時候就變成就是 領導我們數位轉型的方向 所以有利有弊啦 那但是話說從頭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事實上是你的廠商的話 那我覺得如果縣市首長他的觀念沒有轉換的話 這個廠商不可能永遠的這樣走下去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後來會改變 就是我就是open source 各個縣市政府 你可以拿去自由發展 因為對我來講 我可能一直照顧這些縣市政府 我總是有自己的壓力 我有自己的業務 那我們一開始談的時候 本來是想的比較美好 就是我可能隔一小塊 然後讓他進來 然後去運氣 那後來發現確實 每一個縣市政府都會有他的單行發揮 然後還有就是說他可能因為能力的關係 就是有些管理我可以強度做到比較強 所以我的系統管制是非常嚴格 但是他沒辦法 如果我這麼嚴格的話 他應該每年都在換人 根本待不下去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想說 那我用open source 他有高度的客製化需求 對 因為其實老實說 每一個政務官都會有他自己的想法 是啊 那就像正如講 政務官往往是做決定的 所以這是台北市的這套系統 完全移植過去 事實上我不認為政務官會介紹 因為裡面也有一些business logic 就像你說某個縣市可能鬆一點 可能近一點 那他當然 所以對他來講 紙本的話 他要調這個旋鈕是很簡單的 他只要把那個簽合的那個程序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但是如果是在數位的情況下 他至少要能夠找到他信得過的人 去改這套系統 不可能說台北市改了他就連動 這沒有這種事情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會想說 換個房子去可以 當然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錢的問題 對 就是沒錢的鞋子 我想問一下 這個系統他會需要很多的那個硬體的資源嗎 還是就還好 這台筆電就可以跑 應該是說 我們其實有三個階段 的 當初在開 就是有點是說去傳教的時候 其實分三個層次 那有些縣市 比如說像基隆 基隆其實他只想要 就是資訊公開那一塊 就是比如說線上簽合或者是線上申請 對線上簽合 線上申請這一塊 他們的需求 其實目前他們是認為他們還沒有這個需求 那這塊其實就是硬體需求很低 那其實硬體需求最高就是線上申請這一塊 因為線上申請這一塊到後來會有一些就是 針對他的報告書會去做一些就是即時的出入 就是他最後final審核過之後 社會要去跑一些轉檔 對轉檔 對對對 所以但是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其實一般的可能搞不好 HEROKU免費的應該都OK 所以是Linux 他是 他不 不是 應該說廠商 我們廠商只會寫 那個 ASP檔內 就ASP檔內 對 所以但是因為他們用ASP檔內 所以他們 Service用來S OK 不過這無所謂 我也沒有在挑 那只是說 他就是部署的時候 你們是自己有虛擬機 還是你現在是用容器化 還是用什麼方式 他怎麼交付一些 現在應該是說 我們是用 一開始用Service的虛擬機 那但是我們可能會考慮說 移到中華電信 那了解 因為當初其實移到中華電信的考量 其實是在最初要跟桃園合作的時候 覺得擺在Service有點怪 但後來桃園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做 還是有去評估說移到外面 這樣子 所以現在你們事實上有 不是用你們的Service的虛擬機 而是在外面架起來過嗎 其實就是測試而已 有測試而已 對但並沒有對外 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profile不一樣 有時候我們師傅 或者我們不會向上集中 他的資安的是 靠那個虛擬機本身來確保資安 你裡面不太安全無所謂 但如果你放在中華電信 那是完全電玩也會是 那你剛剛說放在Hiroku 那又完全電玩也會是 對 因為他的那個攻擊表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的本來的設計是在VM裡面 安全無魚 我相信你們也有請人做過弱燒這些東西 對 那並不表示說同一份弱燒的檢測報告 可以放在其他的公有雲上面來使用 所以我想就算桃園或什麼要部署 他也必須要選一個可能他VM的資安強度跟你是相同的 那種VM環境或更好的 那或者是他如果要冒個險去用公有雲的話 那他至少他就要另外再請就是滲透測試 或者甚至紅隊來試試看 這樣子 所以那這樣子聽起來相對簡單啦 就是說如果他沒有這個營運的 維運的能力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先說服他的長官 找到維運能力才能夠來部署 而不是你們一開始可能有講過的 也許可以幫忙的這種狀態 對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就挑一個標竿案例 表示桃園做得到或者是基隆做得到 那然後甚至你也不用也先打說三個系統一起想 就算只有查詢系統上 那我們其實只要像我們的那個什麼智慧城鄉 或者是之前雙北的那個社會局 不是有一個聯合提案嗎 什麼就跟兒少什麼預警嗎 對 就永不回頭那個案 其實只要有兩個 在中央政府看起來就是客戶制 但是一直只有一個 就永遠不會覺得客戶制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的思考都是這樣子 所以 兩度之間 一度一線式之間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像我們現在在 高一那邊去試那個在救護車上面直接去做重整分排 那個也值 其實他們說高屏棚 但事實上也就是高屏 事實上就是可能很準 或者是幾個就是後送比較困難的一些區域 或者是一些屏東的一些比較就是山地比較多的地方 那但是你就算只有屏東的幾個衛生所解決了 那高屏的這套系統就立刻就可以輸出了 但如果一直是說大家只是連到高雄的自己 那就是感覺上就不像可以組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標竿 而且你挑最簡單的 就是資安賞一定不會出錯 像那個查詢系統 聽起來是就是沒有東西怕人知道 你只怕人不知道 那那個就很適合當第一個 就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對這其實也是想要討論一下 因為上次政委是建議用那個Apache license 2 對可是因為沒有 因為當初我們的考量是說 覺得這個東西好像 大家應該都要有貢獻 就是蓋了之後他要貢獻出來 AGPL3的好處是你的廠商會比較開心 因為這樣子的話 各縣市未來的微運或承包商 改的東西他必須分享出來 對所以你本來那個廠商就可以 我們就是叫cherry picking 摘櫻桃去把好的這個部分 又再貢獻回 他給媳婦的版本去使用 那但是他的壞處是說 因為就是願意來這樣子改的人 因此就會變少 所以其實我如果是HPL V37 我是他的下游 我要投入比較高的成本 因為我東西都要分享出去 那這個時候願意接案的廠商 可能就會要求比較高的價格 那這可能就會增加現實政府的負擔 對那其實這個就是純粹的權衡 那如果你現在已經很明確 不是桃園就是基隆 他們可以接受HPL V37 那我當然沒有意見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表格安定 桃園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好啦那就走啊 因為你先用比較嚴格的釋出 你之後還是可以用比較不嚴格的釋出 對那其實反過來依然 只是說你如果先用寬鬆釋出 你之後再用嚴格釋出 就不會有人下載了 因為他選寬鬆的這個就好 所以你從嚴格的開始 慢慢放寬這也是有的 好比像裡面可以重複利用的 程式庫用LGPL 之類的那個是很常見 那但是這一整套系統還是HPL 這個是很常見 所以我很同意啊 就是你反正如果桃園可以接受 你就先走HPL V3 但是我是在想說 政院那邊有沒有就是用OpenSource 去做跨線式的案例 我們之前有蠻多OpenSource的題目 就是我們自己做 那當然他的授權都不太一樣 我進來架的第一個 LITERALLY是我手動自己架的 那個是叫SANSTORM 那現在像我們有一個叫做POLIS.GOV 這個就是向海致敬 對那這個就是 之前其實我入閣前有去你們市政會 也Present過的一個叫做POLIS的一個 類似民意調查 但他民調的題目是大家一起寫的 的這樣一套系統 那可以造出大家的就是共同點 跟大家的分歧點 那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在做很多 像向山執敬,向海執敬 等等政策的時候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他已經被升格到 類似中央20期的那種網譽 POLIS.GOV.TW 那像這套系統 就是本來就是一個OpenSource的系統 然後我們把它架在 GOV的網譽而已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多人用的 然後我們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用的 殺劇圓的這套系統 而且這樣也在美師傅有分享過 包含這個一起訂便檔等等的這種系統 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裡面開發任何城市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它外面有很強的自然保證 所以其實裡面就是 就算有自然漏洞也不會怎麼樣 不會影響到旁邊的任何系統 等於一套這個應用程式等級的虛擬機 那所以這個是也是還蠻多不同的部會的朋友們 以及地方政府 你只要你的email的結尾是GOV.TW 那你就可以自助式的來使用 所以我們常用來一起訂你email之類的 他會記得我上次喝什麼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很實用的一個軟體 那它的授權我記得都是copyleft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我們想一想 沒有這個是Apache 後來Sandstone是Apache Police我記得是GPLV3 是不是AGPL我還要查一下 看一下 應該是AGPL 對Police就是AGPL 所以大概Apache跟AGPL 我們這兩個大的大概都有用過 那它的好處都是 因為它的資安 像Sandstone我們有請Devcore 專門來打過 那他們也發了三個CVE 所以其實還蠻穩的啦 他們覺得這個真的是 其實它是一套資安產品 所以他們就覺得 那這樣子就算自助式來使用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放在中華電信的政府運裡 那等於所有人來就是 共用中華電信的那些GPU 或者CPU 沒有GPU 那這些系統其實就不會分說 就是你需要怎麼樣客製化 因為你客製化 你就自己改幾行 之後你就在這邊按上傳應用程式 然後你就把你改的版本留上去 然後它自動就會影韻了 那所以像光是社群很常用的HackMD 我們就有SandMD CodyMD 等等的各種不同設定的版本 但事實上它後面都是HackMD 那或者是我們大家很常用的像看板嘛 就是去確保說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每週的 就是我們自己team的跨顧會的周會 那大家都知道說我們現在這個禮拜 大家在focus的是拿幾張卡片啊 內容網站啊 環保書的課程啊 合成張腦丸呢 徹底落實不受假法則啊 之類就是包山包海 Legery就是開放山林跟傷害之境的這些業務 那這些也是同樣的像資訊處 它可能會有一些客製化的需求 或其他的部會有客製化的需求 那它就可以稍微客製化之後 再自己上傳上去 所以我們等於是有一套部署的方法啦 這是先去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 就是對幫協助台東 是有蠻高度的意願 但他們這狀況真的是很困難 因為其實不管你用VM 用容器你用ZenStone 你包一包尤其你的查詢的系統 包一包部署 這個是最簡單的事情 它只要改個DMS 馬上就開始營運 但最困難的是它上去查詢 發現有東西漏了 或者是根本查不到的東西 或怎麼樣 那那個才是真正困難的開始 對 所以資訊技術是最簡單的一部分 對 它的上坡地啊 違規的這些資料 它本身的檔案有文件 對 應該是說 我們上次其實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串地政司的資料 所以其實是可以去 它只要它有一個入口 然後它民眾輸入它要查什麼 就是的話 就是除了違規跟申請安檢 以外理論上其他應該是可以查 可是它 因為我們沒有它的地級資料 就是 我們一般查詢都是用地級 地級進去之後 那所有的資訊會出來 所以我們沒有其他縣市的地級 就是我們可以幫它 它如果給我地級檔 其實像剛剛講的 什麼散布地範圍 保安嶺 或者是地級檔案區 之類等等 我們有一個成大的 server 可以去幫它做 後面去做GIS碰撞 那個是OK的 就是我們的 因為那個吃的資源不會很多 我完全知道你的相信 對我們可以免費幫它做 但是上次他們有問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就說那它地級多OK 然後就過了三個月還沒有回 就是他們好像不知道 那個東西要怎麼生出來 因為本來只有資本嗎 還是本來他們有用嗎 應該是說他們 應該是他們那個部門的人 不知道這一個東西要去找誰 我猜是這樣 這可能要問 這個謝金斯 因為其他縣市的狀況 我們只是那麼了解 不過我覺得在路徑上 還是建議用當時 就是雙北社會局的那個做法 就是你先找到一個有意願 然後想做桃園市 然後你就是把這個 那個transfer的SOP釋出來 就算只是最小的那一部分 然後釋出來之後 兩個縣市或兩個省市 一起去提總統被黑客送 然後因為總統被黑客送 你如果到前二十對 那其實各地方政府都會看到說 這是一個模式 就算你最後沒有得前五名 得前五名當然 就等於是總統答應說 接下來一年我們就會加速 讓你的這個東西變全國性的 就算你沒有到前五名 只要到前二十 其實幾乎大部分的部長 那都已經相關的部長都會在現場 而且都會了解到這個是趨勢等等 那他就會有一個政治意志 就好像是說跟不上就落伍了 那很多就是現實 如果他的市長或者副市長 沒有覺得這個是優先的話 那至少總統被黑客送 他也看到別的 是已經在往這邊 就是用開放的方式做創新了 而且各個部長來包含總統等等 可能都很肯定的時候 這個無形中他會有一種 那我下一年就要跟上的那種局數力 所以我具體建議真的是 跟桃園也好跟基隆也好 就是打著明年三月 一起組總統被黑客送隊伍的這個想法 那你現在就是把總統被黑客送 需要的那個等級 Proof of Concept 的最小程度的先做一小部分 那但是當然HPL V3 他如果能接受的話 那是最好的啦 因為這樣子呢 從黑客送的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 個別的這些開發者 很熱心想要加入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說 Ancient Smart在這邊 你先自己裝裝看 你先自己架起來等等 那他說不定還會幫你 就是放到 不是NS的伺服器裡面 就是會有一些 免費的這個應用軍 去來幫忙 那這個時候 你的這個價值 就比較容易建立 因為當台東說 我完全一個人都不認識的時候 說不定透過 從黑客送這個延伸網絡 你可以找得到 對這個題目感興趣的人 那這個時候那些人 如果他剛好住台東 或對台東有使命感 說不定那個人就是對的人 這樣子 還有一個 我在講 或許基隆會比較近一點 也可以啊 就怎麼樣你們的交通成本低 應該是 我插個話題 其實跟任何人講 我們當時會建這個系統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中央的主管機關 因為他系統非常的難用 然後他不是使用者 所以他就覺得 你就東西提給我 你就上門提這個資料 我這個多少面積 我每個月都要去KING那些東西 可是我KING那些東西 我沒有圖資 我沒有資料 所以我沒辦法用 那我們當時是覺得 我自己建一個東西 我能不能大家來串聯 那中央主管機關 因為他本身都是自己審查 不像我們都是會委託公會那個量很多 所以其實 他們對系統的這種認知就是 你就是把資料交給我 我看的到就好了 所以你們的系統 現在可以機器對機器去 file中央的系統 他們不接 我們有API他們不接 是嗎 所以其實我也是想要請政委 有機會 這個會是一個很強的誘因 對 但是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因為台北市做一些東西出來 當然他們會看到 然後他們看到 也覺得也許這個是趨勢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他們也不想碰 反正縣市政府先有人衝撞 衝撞之後 就像我們水保計畫 我們的政府規定 都是管制申請跟施工 完工之後大家就沒看到 所以你要怎麼變 有人監舉再說 那我們是主動去看 主動去看發現你們還活著 所以他們可能也覺得好吧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鼓勵主動去看 這是會尋常 但是 就是 有點怪 但是就是譬如說我現在房子蓋好了 那可能我室內隔間會偷改 屋頂會夾蓋 那我停車我也給你改什麼 但是這種東西 事實上一般政府的法規 不會說你完工 還跑到你家看東看西 那水保也是一樣 水保大概就是 黨魯祥排水波這種詞 這些東西還是有些人會變掉 那我們會去看 所以就是這是法規比較弱跟我們看 看了之後中央覺得不錯 他就開始推 但是我們現在是比較擔心 就是說像中央開始推 他還是用他的思維 這樣子我們去看 所以你們以後呢 那些水溝啊 黨魯祥的指定資料 你都要Key到我的資料他們給我 那我就 我們就有點怎麼講 其實上就是剛剛我們談到就是說 最好你要一開始進來 還沒有申請的資料 就是有數化的東西 那我不用說再去弄那些東西 不要這樣 熟悉的時候已經結構了 可是他們的管理可能就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按你們把資料 然後Key上來 所以也許 當然我覺得這可能太跳痛了 也許我們這樣講一講 也許就是中央 就是很重要 可是以他們的觀念來講 他可能又是一個 所以你應該把就是 內政部地震師也抓進來 變成你隊伍的一份 中央地域聯合體 擴大 也許就是要擴大 應該就是說 其實我們跟地震師 現在是溝通是OK的 我們的其實中央主委的地方 是農委會 不是內政部 那但是你的第一集資料 是調地震師 對對對 但是水保局是管那個審查系統 對 他是我們的上級主管機關 他是中央的主管機關 所以地震師其實只是提供你們需要的圖層 資料 這些東西 他們不審你的東西 他等於只是你的 就是資訊提供者之一 對對對 那等於是說你的結合他的資料 一起給農委會水保局 去審這樣嗎 他們也不是審就是被審 沒有 不是不是 我們一般來講是我們自己審查 對啊 但是他主管機關他有解釋法規 跟訂定那個 辦法的這種法律規定的這種權限 對啊 那事實上他定的法規當然是沒有問題 訂定辦法的權限 事實上我們在做這些 不管是資訊啊 無止話的時候 他的辦法其實會有點 追在我們後面 就這個 對 這很合理 那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 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反而就是限制政府 跟限制政府 大家在對口 會比較容易說 我應該怎麼做 那事實上以前也有想過 你們不然就是這樣子 我們就中央 你弄得很好的系統給大家用 但是我必須要很坦白講 這真的是做不到 那不可能 中央最多能夠做到 就是把大家的schema 就是你同一個欄位的意思是這個 不要說一個欄位 這個縣市你要填明國年 縣市填西月年 這種程度啦 那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本來就地方先創新 這一定是這樣子 我舉一個例子出名好了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但我其實有點不太確定說 這是農委會 他們自己的意志 還是說是廠商的解讀 我就直接找廠商來就知道了 廠商是說農委會的意志 對 這我沒有找過廠商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就是說 我們開個API 然後他們開一個 就是他們可能開個API 就是我們就是 互相傳 他需要什麼資料 要自己撈回去 我們需要什麼資料 我們撈回來 但是那時候他們給出一個 是說 他們不同意我們用API 丟資料給他 是說因為 在透過他的系統的時候 他系統的填寫是 暗部就版 就是譬如說他有 ABCDEFG的欄位 你一定要先填完 A才填B 填完B才填C 所以他說如果我是用 比如說我用JSON的方式 我直接把紙倒進去 他沒有辦法判斷說 他沒有伺服器端的 這個建合就是 對可是問題是說 如果我要填錯的話 我在ABCD的時候 我也是可以填錯 當然當然當然 對 不過就是說有些 他是可能 本來系統設計上 他是靠那個流程來檢核 他伺服器端 沒有把檢核規則寫進去 這也是有可能 對我覺得 像我們做 就是這個網站的時候 這是一群研究生的 就是我們暑期都會有一些 來見習的朋友 那我們每年大概會挑七到十個各個不同的案子 然後大家自己來改革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在這邊是爬山的 在以前就是你的山屋營地啊 或者是保留區啊 或者自然公園啊 或什麼之類 每一個的申請都是不同 有些是林務局 有些是警政單位 對入口網站也不一樣 對入口網站也不一樣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到最後已經很熟了 你自然知道你要開這四個網站 但是大家還是有不同的路線嘛 而且大家的路線裡面 有些要抽籤 有些要排隊或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就是我們有一個做法 就是他去計算說你的每一個山屋營地等等的 類似像是你訂一個行程的旅行社那樣的概念 然後他等於幫你在後面用API的方式 去接到本來在的那些網站 所以那些網站都還在 我們都沒有拆掉 我們只是告訴那些網站說 你要給一個接口 不是那個支付的 要給一個API的接入點 那這些接入點 不管是山屋的 不管是抽籤的 不管是其他的 他都必須要去透過就是JASON的API 去讓大家能夠來接入 那我們在整理這個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同一條線不同的系統 就叫不同的名字 然後有一些他還是手動 甚至他的英文介面還需要傳證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場上說他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他真的是沒辦法做 對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告訴他們說 你只要每一個去把他的API開出來 那上面有這個意志說 每一個其實你在中央的話 你每一個都可以開一個90萬的案子 那90萬就是直接去找特定的人 也不需要再招標什麼的 那因為一百萬以下 只要就是部長簽了就出去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每一個他接鄰的系統 不管是內政部的國家公園 或者是自然保護區 或者是警政等等的這些 那我們就都讓他們開了許多個這種 就是80萬或90萬的案子 那每一個就是把他們現在的系統 做成就是機器也可以陷入的狀態 那他們這些都做完之後 我們開一個總案子 那這個總案子其實就是完全一個前端而已 其實你不要用這個前端 你用APP 你用甚至什麼對話機器人都無所謂 因為反正後端的API都是一樣的嘛 對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前台移制 後台整合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他們就比較會鬆一口氣 因為他們都是線IP 就是他們API化之後 只有這種他們認可的前端 能夠去存取他們的API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比如說中央 他也不會因為開了API 就隨便誰都可以批次掉資料 一定是從你的系統才能批次到資料 別人來他還是要跑出一個 你不是機器人的那個東西 對那這樣的話他的風險就變小 風險小才有可能退 但其實他們的目睹 因為我們的資料跟 我們的資料沒有即時性 所以其實他不會像這個API 他不會有query的這個 對他不會有query的問題 所以你多久到一次 他要求我們一個月上去填一次 那這樣子30天怎麼樣都交換完了 所以其實他的問題不是系統 他就是他不願意交換 完全是business logic 對應該是說也不是business logic 等一下 他不願意交換 是說你的交換不過去吧 他的可以批次到給你嗎 也沒有 可是為什麼 這個就沒有理由 他們的 但這塊每次講法都不太一樣 對因為沒有理由 每次講法都不太一樣 對 每次講法都不太一樣 OK 這個我是覺得 主管機關覺得我是中央的地方 怎麼會你來叫我要做什麼 但是我們台北市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今天可能也是地方的主管機關 但是我們審查公會 我們跟 等於說我們跟我們的這些公會 我們變成是一個夥伴關係 對啊 因為我要求他的事情 法規是沒有規定的 我說你這個東西 你電子檔一開始就叫過來 那這種東西 我們沒有法規就是 我們要變成夥伴 你給我 然後我們大家都輕鬆 以後你的檔案也方便 那所有的東西 放在我這邊一份就好 以後你不管是 紀事公會或者是 紀事本人 或者是你的是民眾 你以後就要 就來我這邊拿就好 所以我們是會比較一個 雖然是也有上下 我們能夠去做一些組合 但是我們會見見 現在已經變成夥伴 那變成夥伴就能夠意見交流 但是我們就算這個東西 跟中央基本上 他還是我們的上級 對上級我們還是很尊敬 所以有些話也不能夠 那你看他這個有批次功能嗎 這個不是你剛剛講的那一段嗎 不是不是 他要我們上傳的不是這些資料 不是 就是我在外面是看不到 對 那是只有政府機關可以登錄 了解 因為我看他對民眾的這一段 做得還OK 但他對於民眾 目前大概就是說 他查詢的資料 只有最基本的三個 對 那其實 對 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譬如說內政部 或者是經濟部內政部 水利署 很多資料其實是可以串起來的 而且我們又講到這個 我們跟那個 林務局要保安寧的資料 他們也是比較保守 對 林務局 有一個很奇怪 他放在他的農委會公開品牌的資料 對 然後我們用那個資料之後 他們打電話來問我們可不可以下架 他說因為那個資料有可能是錯的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發言很奇怪 就是保安林地是 對 就是這個資料 我們是用這個資料 法規規定保安林地 他有比較強的控管 你不能在保安裡亂砍樹 他有一些比較重的罰則 但是他保安林的範圍 他覺得這種東西要使用的付費 要我付錢才能給你資料 可是你明明這個地方是要告訴民眾 這個地方你在這裡 你就不能亂動 然後這個資訊 民眾沒有辦法知道 可是這個是等於已經下架了 是不是 他擺在這裡 我們的系統有串這個資料 然後他有透過私下不是公開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把 我們系統裡面的這個部分拿掉 這個圖層拿掉 對 覺得很妙 因為這個東西 你還沒有理他是這樣嗎 對 我們沒有理他 我也不是跟你拿 我是從你網路抓起來 但是我們有把概略兩個字拿來放 對 我覺得充分註明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是 大家就是理上網來 就是像那時那個 臨時空物觀測網 就是也是拿一些比較概略的空氣盒子 之類的資料 這個也是台北市政府的一個很大的 當年push的東西 當時我記得有一陣子 那個我點進去之前 他還要講說 我了解什麼這個 這不是為了造成我的驚慌 不會造成恐慌 只要按我不會恐慌 那這個我想有加註 我覺得像有加註是概略 或者是之類的 不過剛剛專尾的那個 我可能要幫他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林務局這個問題其實是在於 他這個圖層 其實是會關係到民眾的權益 對 他是限制民眾的權益 但他沒有公開 然後如果你需要知道確切的 就是不是概率 是確切的位置的話 要花我記得好像至少兩千多塊 去申請查詢 這個對一般民眾是很大的困擾 很明顯 其實每一個案子 只要不是台北市的 因為台北市有這些查詢服務 那其他外縣市的 要查詢全部都要付費 就這裡嗎 對 不是不是這個 是有一個叫做 應該是內政部營建署 有一個環境 環境敏感區域查詢系統 單一穿口查詢比堂 對 這個我知道 農委會的林務局 他說他只承認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 他們的承辦人會去學 這個好像是委託給一個協會 讀事計畫測量上測協會 他會放給這個單位 這個地方就是邀請Cash加進去 呵呵呵 或者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無痕 那2000多 現在2000 最便宜2000 我記得好像會叫5000多 我記得好像會叫5000多 因為我們 他是有分自查詢的單位數 單位數少的就2000多 如果全查的就5000 因為那個蠻貴的 所以很多人反應說 這是土地特性廠商 這個會變成 這個狀態 以前常常有一些系統是這樣 就是他當初就是 沒有足夠的監視經費 然後是拿類似規費去補 那個監視經費 對 那這個其實也是 就是很多資訊預算 就是每年開發的支持 到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但是當然 如果我們比較恰當的運用 就是資訊技術 其實像各位就是之前都有講的 就是說你VM不一定要 選最貴的 那一個泡油 你需要的時候再拋起來嗎 那其實就省非常多錢 那那個錢的一個零頭 就已經足以完成這樣子的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確實 各部會的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也都有在慢慢的定 好比像說之前抗拒最厲害的 就是布公跟文化布 可是這兩個現在變成我們的模範了 因為他們open data 現在都很願意做 那也沒有再有什麼受貴費 他自己還用QR code 讓你帶到動物森友會裡面去 所以就是說 其實很多是一年之間 就是你的目的到底是收那麼一點點虧費 還是說你是要擴增大家文化價值 擴增大家的公民意識 參與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就是內政部的開放資料諮詢委員 可能還沒有關心到 那所以就 就是還是 就是比較是違費的這個做法 因為這個會有造成一個有點像卸直 就是說 民眾他如果他不知道這個地方是 譬如說保安寧 他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保安寧 他可能就會 就是在資訊不明的狀況下處罰 那 可是他如果要去查 他要先付一個 其實說真的兩千多 最便宜兩千億 不是一個很低的成本 確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覺得 比較奇怪 當然這個就是你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可能就是必須要得把它輸得回來 因為如果你要說服廠商不收這個規費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一開始兼職的時候 就要給他充足的費用 因為他有時候是少收 然後用這個去補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覺得內政部的系統 就是收錢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他也是圖個方便 他可以一次查很多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林務局只承認這個系統 比較有問題 會聽懂 會聽懂 所以我覺得也或許我們跟林務局的高層長官 也許他們觀念跟底下的同仁不一樣 也許我們溝通看看 也許長官也不知道底下也是這樣子的 有的時候因為他就是拿資本的邏輯去想 那資本你每次來查詢他就要花公務員的時間 那所以你稍微回收一點也是以價值量的意思 那但是當然現在就是他只是資料庫查詢 說真的不花任何人的時間 那就是可能花電費吧 那這樣說不定收個兩千塊錢 兩塊錢 對兩塊錢 兩塊錢 那可能很合理 但是這跟兩千塊是不一樣的 說兩塊錢就不會收了 現在成本太高 你還要入帳還要轉還要那個 是啊 對啊 那所以我具體建議啦 就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去了解一下說 這個是只是從古老的資本時代 就是類似的這樣子的概念 還是說他們當時已經真的做過一個 就是損益評估 廠商的錢真的是需要靠這個貴匪才賺得回來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就變成是你要為這個案子去編列資訊預算 你才能夠停收這邊的貴匪 對 那但是如果不是就是說 其實只是不小心從資本那邊 可以carry over規制的話 那你就直接免掉就好 剛剛有講 像 不好意思 請教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PDIS 是說有請DevCore來做的話 我們是用那個資安處的預算 是用資安處 因為這個是全國公務人員可以用的系統 因為如果 因為當初是在想說 如果 我現在在我自己的虛擬 機裡面跑 對 就像剛剛這位講 就是說如果我要到就是譬如說 中華天津的工友 對 去的話我一定要做其他的 對 就是滲透測試或者是洪軍測試 但 現在資安處 自動處有 就是比較 嗯 推薦的 不是比較 應該是說他們有一個 因為其實 他們有技服 但技服是複測 所以技服不會做出測 他是去看那一家滲透測草商有沒有好好測 OK 然後應該是說因為以前的講法是說 因為我們是最下面的單位 因為我們是最下面的單位 那以前的講法是說就是資安的東西應該是 一級單位去撤 不要向上集中 對向上集中 集中到部會或集中到局處 對對對 所以 因為那時候就在想說我們如果要自己撤 嗯 的話 不過可是你不是說桃園有預算嗎 那你要桃園去撤嗎 我覺得他們不會去撤 對他們有預算 但我覺得他們肯定會去撤 真的 因為現在新興計畫不是自動訊癒上5%到7% 無論如何都要變到自然區 所以他就算不測他5到7%也是得 所以說 嗯 他只要是用到科技計畫經費的 事實上弓箭好像也有同一個規則 就是說5到7%就是要變到自然區 嗯 那所以我覺得他至少明目上 就是你做滲透測試是最快達到5到7%的一個方式 所以當然也要看說地方型的 比方說在接下來的前章 或者是5G的這個公共利用等等這些裡面 但是這些也還是受到自然預算 就是固定定額的那個限制 所以應該不會有哪一個會完全把自然跳掉的 自動安全公立法通過之後應該沒有這件事 因為我們不太清楚桃園他預算是用 嗯 嗯 資訊計畫去編還是是用一般計畫 了解 是用工件去編 但工件去編只要他有科目是自動去運算 理論上還是要是有那個自然的 嗯 因為不是很確定他會去編 之前就沒有通過 這個我就究竟過 我也可以了解一下這邊有什麼問題 因為自然處的朋友 就是偶爾也會來這邊 只是吃午飯今天才一起吃午飯 所以我們就是問一下自然處 目前就是地方政府的規則是怎樣就可以了 嗯 因為這塊坦白說我們沒有那麼清楚 沒有關係 我問一下就好 最小心 因為我們跟資訊局的關係沒有很好 是這樣嗎 對 我今天一大早才碰到偉賓 不過他已經不是在資訊局 他這個時候就好一點 還是怎樣 OK 沒有啦 我覺得這個倒不需要你們的資訊局幫桃園的資訊去想 其實我們以前就像凱威講的 我們事實上沒有資訊人員 所以基本上我們以前採的是避險策略 反正伺服器就放在你那邊 反正攻擊啊什麼資安都人家的事情 反正我就用就好了 但是這個東西走到現在出現的頻率 就是伺服的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資訊局他可能有時候設備老舊 他有時候會跳掉 但是跳掉他們即是在上傳東西 他一個東西上傳一半斷了 或者是我今天審查單位 我是今天期限要送 我沒送也許會有預期扣款的問題 哇聽有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會很困擾 我們這個跑在那個中華電信的朋友園 但是是專賣給政府的嘛 政府園啦 他叫做這個government region 對 我們這個是從HGR 還沒有正式上市就已經跑在HGR裡了 那所以其實目前為止非常的穩 我們還沒有什麼complaint 其實我們目前也是在考慮 就是中華電信 不是他子公司啦 因為市府是剛剛 他子公司四方 四方通訊簽 也是 他們也是說那是政府專用的公司 也是有在考慮這個方案 因為 最近市府 過去一年的 他的那個服務的妥占率蠻糟的 理解 好 那我想這部分就是 如果你是放在政府專用區域 那這個資安又反而又好一點 對 因為他們那個的資安profile是自己的 對 那那個是還蠻好的 所謂的T Road 就是建築在GSN裡面 對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在裡面先示範 那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很多的複策啊 什麼東西 我覺得就是讓桃園的那個installation 如果他們也同意放在就是政府運的部分 他們可能還沒有決定 OK 好啊那沒關係啊 反正等大概有一個方向之後 包含資產預算的便利 也包含你剛剛講到的升級車是什麼 我想我大概都可以問自然處理 沒有問題 信息是有沒有什麼 又分享 因為剛好市政府有請我 就是有服務的單位去順便了解一下 那我有順便去問一下新北市政府 那他們目前也是經費的問題 所以就怕長官不支持 所以他們有點就會限制自己他們的 我理解 我真的完全理解 所以我才說挑風險最小的 趕快先上一個牌了 然後投過真的深究過 我們也是徵求同意先展示給他們看 他們也覺得不錯 但是就是礙於經費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兩個方向 就是說 好比像說像口罩地圖 他其實沒有花一毛錢 那個是民間自己做的 這個欠了Google60萬 犧牲奉獻 我們最後當然有跟Google談到說 我給他放在那個工序平台第一位 他去免了無占位的債 但是那個是社會部門經濟部門 自己已經達成一個共識 說這是好事 那就是類似反向採購 因為規格是社群訂的 我們只是提供穩定的API 出去而已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經費問題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省錢 我們從第一秒就開始省錢 因為有分流 而且省風險 因為大家已經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是從這個反向採購的角度來看的話 一般來講比較不會碰到風險 一般會碰到風險的就是剛剛講到資料正確性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那我在這套野生的系統裡面 我沒有辦法像紙本一樣 維持每一個步驟我都看過 那這個時候他就會開始有一種 就是好像無法控制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具體建議才是說 不要先從就是每個民眾來看 都不一樣的資料開始 先從每個民眾來看 都一樣的資料開始 因為那些反正本來就是串接開放資料嘛 不管他要沒有叫你這個圖程先拿掉 總之他是開放資料 你授權上佔的很貴 那這個時候大概就是大家可以通用這個圖胎 或者是這個資料平臺 而不會有就是資料控制權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先建立說 那這樣子我的系統這樣的產業很方便 那他先稍微有一點就是民意上的支持 也可以剪個菜啊什麼的 這位是好沒有在剪菜 可以動個圖什麼的 之後那你開始慢慢再就是介入別的系統 就會比較容易 那你如果一開始就從他權管裡面 他就是不能出錯的 因為可能跟人民的權利有關 那這些開始的話 那那個阻力當然特別大 所以也許我們從資訊公開啦 再來跟他講的審查 也許審查也可以用 但是最後你要決定核定了 也許那個部分 你也許最後一禮還是不然 最後禮留給你 對最後禮留給你 他只是幫你把那個申請錶 比較容易漂亮印出來的一個輔助工具 用完了 現在我自己有這個東西的 你可以準 當作還有替代儀在幫你排辦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也許這樣 那至於施工中的那個東西 他可能就是準博啊 或者是什麼公企 他會有一些決定 也許暫時才會辦 對我覺得就是就是就是 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你怕人不知道的先做 就是不怕人知道的先做 那如果怕人知道的就後做 就是這樣 如果我最後的準博的那個原因 我覺得非常的專業 而且裡面錯一個字 外面就會無限放大截圖 什麼之類的 那我當然不會願意說 我交付給一個 我甚至還看不懂城市嘛 的資訊系統 那至少我很清楚流程嘛 對但如果是資訊公開 大家都知道鐵公布來沒有人看 那這個時候當然用資訊工具 是沒有問題的 嗯 所以你先創造一個成功案 對 先創造成功案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我想像看起來 開放圓馬社群沒有問題 那找一個資安看起來 比較沒有問題的那個服務 大概就可以上了 那上了之後其他真的再說 那如果這樣你是雙邊合作的話 你放Github 甚至是你就是一整砲 就是丟過去 都不會怎樣 因為只是雙邊而已 對那雙邊他要的只是授權清楚 那這個你也很清楚 如果 喔 國內是不是沒有類似Github的 國內也有啊 當初第一個還是弱線 沒有交流跟方爵啊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在影院 嗯 因為我在想說 其實好像也無所謂 就是說這種就是 行政部門的東西 然後放在Github 有點怪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Github現在就是微軟了 對 就是說 你要是覺得微軟會 這個隨便改你的軟體的話 那他改Office就好了 也不需要來改 沒有我們 不是覺得code會有問題 還是 是怕外界 沒有啦 怕外界會有挑戰 不應該也是還好 真的 我們全部都放給他 全部都放給他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code 我們都放Github.com 謝謝PUS 對 所以 目前合作算是愉快 對 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微軟現在也非常 極力爭取台灣的 就是各種各樣子 他們要洗刷以前那個不開放 其實 其實微軟這個案子 他們的業務有 有來跟我們 想要你們放Azure 但是 想要我們放Azure 然後他們去幫我們推 可以 但因為他開的價碼 我覺得應該沒有任何 限制任務會透明 OK 好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 你反正先丟Vhub 自然 微軟如果真的很在意 他就會幫你把它設定成 就是放在Azure 所以他可以比較 省一點錢的部署方案 對 那就是他們的平台專家 說不定還會來發Pore request 那 但如果他們沒有發 你就知道他沒有真的非常在意 這個樣子 對 好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先講 因為我待會還有一場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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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